第一次主演, 由乞丹 公司, 工人,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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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用品,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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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 這個節目就是由乞丹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今天是先來保養,檢查一下 但是我們看的時候沒什麼大問題 所以應該這台車車況很好 好,稍後有兩個 讓它繼續用 還是你要換 換一換吧 好 因為它沒事再三角 煞車還蠻重要的 好 那就換 好 你看引擎室 乾淨 引擎室都洗乾淨 保險起見還是先檢查一下 好 水管 讚 這跟新的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風扇有沒有 離合器式的 有沒有 跟著引擎鑽 水箱水也很漂亮 看一下泡泡魚 泡泡油滿的 這個不錯耶 都沒肉油耶 乾淨淨的有沒有 讚啦 前面來一面跟新的一樣耶 好 現在先來換機油 像這種車保養大概要注意的 貨車其實沒什麼要注意的 因為你看風扇 它是跟著引擎轉的 就是定期保養 然後定期檢查 其實主要就是水啦 它這個風扇基本上很耐用 好 沒有機器啊嘛對不對 沒有 還沒發現我覺得很好開的 可是你不覺得它煞車比較深一點 它會停住 我是覺得喔 本來它就比較深 為什麼因為它車很重 可是我那次開我覺得還OK啊 而且他們這個車是要上山路 對啦 所以我們就把煞車油都換掉了 其實為什麼要換煞車油有個好處 因為他們下坡都很緩嘛 如果你一直煞車過熱 如果水分太多它容易過熱 不是整個危險的效果都危險耶 所以我們就這樣把它換掉 比較安全啦 綁好了到時候去 他們就不用再花熱情了 其實它踩下去也是很好耶 除了它的隔音沒有很好 這個是貨車啦 就沒有特別的多 隔音特別的好 你也吃了 我上一下 開起來不錯啊 很乾淨耶 冷氣快冷死了 對狗狗非常的友善 然後這個車 那我們就要找一下隔音 跟隔音跟隔音 然後不要再隔音 一邊親一下就好了 好 耶 一大早 今天這個難得上進了兩個人都出來 一定是要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而且這個我們已經保好保險了 後面安全了 要保險耶 其實我偷偷去過一次還好啦 沒有那麼可怕 可是怎樣 一開始啊真可怕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們帶觀眾朋友去看一下 出發 出發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基隆的七度 這個是毛小孩幸福聯盟中途之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經過 應該是有這個熱心的網友轉發 說他們原本呢 載狗狗的這個車子 已經很老了 有點問題 常常要修 然後他們正在找車這樣 好那我就去看一下 請泰山聯繫一下 我說如果不急的話給我們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比較少商用車嘛 因為他們是要載大狗狗的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空間 終於等到一台這個商務車 這個是2009的Enova 2.7的 為什麼我要去找這個就是 Toyota的車總是比較耐用 而且它的很多零件其實都滿便宜的 它旅圈也只有15的而已吧 對 然後2.7因為它這個又在山上 這個2.7的也比較靠爛 爬坡比較有力 因為它還要在 他們的腳果要放後面 對啊 再去看醫生啊 幹嘛有時候補充一些糧食啊 因為這真的有點偏僻了 你看一些開關都跟那種 CAMBERRY啊 TSEO都一樣 都一模萬年覆免 標整的 那個都是TSEO 所以這後面啊 也比較好照顧也比較便宜 而且我們這台只有跑8萬多而已 對 主要這台是跑的很少 欸這個我們留著 隨便要削個5萬應該有吧 好而且你看這車外觀的這個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它這個後座有出風口 它頂尾有出風口 效果就可以吹冷氣了 然後後面呢 椅子好像都可以拆起來打平嘛 他們都要載籠子啊什麼 就會比較方便 安卓機啊 倒車影像啊都有 主要是我覺得車況還蠻好的啦 那我們就是把它捐出來 讓他們去使用 所以今天就特地把車送過來 然後找了老闆娘他們一起來 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協會太多了 想捐款都不知道去哪裡捐 都只能捐大間的 大間的錢一堆 對 老闆娘你錢一堆 讓你坐得抹出來 所以就把這個資訊呢 分享給觀眾朋友知道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去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我們歡迎毛小孩 幸福聯盟的犬職人 機場幫我們介紹一下 來來來來來 協會主要收容是 熬犬跟高加速犬 通常體重就會大概 40公斤以上 40公斤以上 所以其實一般的轎車是 載不下的 都是會需要這樣修旅車這樣 才有辦法 大型的車子 他們之前是用舊型的S-Tray 喔 之前舊型的那一台 已經高達40萬公斤 40萬公斤 其實 要修的地方其實真的太多了 問題越來越多了 對 所以我這次找一個8萬多的 對 你們還有32萬可以用 對 好 然後大概我們就是做 算是類似中途嗎 還是 我們算是做案救援單位 就是我們會從很多的地方 去找到熬犬 早期因為有安樂死的政策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會在安樂死前 去把狗狗救出來 因為大型犬在收容所的待遇 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比較會有攻擊性的行為 他們不會跟其他隻狗快一起 而且安樂死他會優先 列為優先安樂死的對象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會趕快去把它帶出來 嗯 然後現在因為安樂死 比較少了 比較多是 氣養啊 或者是 世主食料這樣子 當然 食料家的沒辦法照顧 對對對 所以就把它帶出來 它帶出來後 我們還是會 就是好好照顧牠 假設如果有 願意養的話 我們也是會送養這樣子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大型的呢 也會一位創辦人 收到人家 送他的一隻狗狗 然後養了之後才發現說 哇這個狗真的很難養這樣子 發願說想救牠犬這樣子 哦 那我們請裡面的專員 來帶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環境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就走 走 好啦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算志工嗎 算兼職 怎麼會想要來這邊做這個 就是喜歡狗 喜歡動物 然後想著要來幫助牠們 讓牠們過得更舒服一點 好那就麻煩你帶我們來看一下環境 好不好 來請 哇這個還有游泳池耶 可以給狗狗游泳耶 可以 他們不愛 這個涼亭是 志工來可以下來休息吃飯的小涼亭 那這邊的話就是隔離區 我們剛接回來的狗狗 會先放在隔離區 避免說牠有一些 還沒有辦法檢測出來的病 或是還沒有習慣環境 對 所以我們狗狗剛回來都會先在隔離區 滿乾淨的耶 裡面那兩隻小隻的話是 早期創辦人其實沒有分 一定要大狗才收 牠們大小狗都收 牠們算是滿早期就接回來 只是之前一直在別的狗園 所以牠們跟大狗不熟悉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放牠們放隔離區 那我們這邊呢是主要活動區 我很慢熟物靠近我 對 我們有些狗狗牠們可能不太會警告人 所以怕志工以為很親人 結果手就過去 對 我們要熟悉一下 才可以摸的話 我們會放這個牌子 牠們平常還是會把牠們隔開 對 我們目前還是一狗一籠 然後平常休息的時候 或是飯後會進籠休息 因為像吃飯後是擔心牠們會扭轉 所以牠們吃完飯後一兩個小時 一定要在裡面好好休息 我們才會再放風 基本上我們上班期間人還在的時候 都會讓牠們出來 好 所以這邊就是牠們的餐廳嗎 對 我們這邊是廚房 就準備牠們的食物的地方 對 我們醫療器材或是烹煮什麼 牠們的鮮食都是在廚房 所以是我們定期會舉辦一些什麼活動嗎 感覺好像是會有讓人家來這邊參觀啊或幹嘛的 就是有看到我們的協會想要來預約或是當志工 都是私訊我們粉專 像我們假日通常都會有志工 牠們包團來騎狗 遛狗 然後一般平日的話也有平日志工 或是有純參訪的也有 所以我覺得那個環境啊 你看其實環境都還照顧得不錯 而且我在這邊其實沒有聞到太多的不好聞的氣味 我自己是有養狗啦 我知道那大概會是什麼味道 那就大概是狗狗身上其實味道也沒有 也不會特別的重 而且你看那毛都是乾的 不是那種很久沒洗了會油你知道嗎 會有那種油臭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啊都做得還蠻不錯的 現在我們有幾隻狗在這邊 我們現在目前總共有17隻 這個17隻就很驚人 那食量很噶嘛 食量的話還可以 主要可怕的是醫療費 因為牠們其實是不是年紀都很大了嗎 還是說也有比較年輕終身帶的 我們也有年輕的 但是大部分其實都蠻老的 平均歲數大概都八九歲 我想狗的醫療費才是可怕的 尤其是大狗 大狗為什麼會更可怕 牠們的藥量或是什麼麻醉量都是 劑量要比較大 以倍數 對對對 劑量要比較大 用了越多錢也隨機就是上升 對對對 哇哇哇 所以這種是高加索嗎 但是混熟的熟蟲 混合熟熟熟熟熟熟 欸牠只小黃欸 有混到采犬 感情好像很好欸 有時候還是會吵架啦 有時候會吵架 實際上看到那麼多的那個熟犬 衝出來其實還蠻有壓力的 會 雖然我們是有養狗的人 但其實壓力還是蠻大的 高加索碰碰比較大隻 會比熟犬比個大隻 但還是要看養的情況啦 可能有時候小時候營養不良 牠也可能比較小隻 像三青 它就是算比較小隻的高家鎖 但是主要是高家鎖他們的毛色 通常就是這樣 灰中 然後 有點小白白這樣子 主要是這個幾個色系 那熬犬就是黑色的 熬犬有分 黃熬 白熬 黑熬 鐵包巾 那隻在 哇尿尿 哇毛都濕了 真的照顧起來很辛苦耶 他們尿完他們會踩到尿 然後蹲下去尿的話 他屁股都濕掉了 你看那大家 在養大狗養一養 然後 當然不是每個都惡意的啦 剛剛有時候有的是 主人過世也有可能 這個還是要宣導一下 領養代替購買 那或者是說不要 你養了 就不要隨便的棄養 想清楚 牠們這種品種的狗 大部分的個性是偏比較 好像會有攻擊性嗎 還是還好 一般人會說 牠們只認一個主人 然後會很兇有地獄性 可是沒有 我看牠們沒有 對啊我看牠們人人好耶 還是因為牠們年紀比較大 還是人看多了 所以還是看你怎麼教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看過有些主人很變態啊 牠們養這種狗就是希望牠有攻擊性 甚至有的話聽說餵生肉什麼的 聽很多人說什麼給牠餵生肉 牠會比較兇啊 或什麼 那就造成如果你以後有給人家棄養 這個狗怎麼辦 對啊 以前我們在公司也撿過一條羅威娜 那看起來是被棄養的 牠在我們公司那邊 然後在那邊找主人 後來找到有人願意領養 然後就把牠送養 像那個羅威娜那時候回來 我們還幫牠洗澡 可是牠看起來還蠻乖的 對啊蠻乖的啊 雖然大狗看起來很兇 而且其實還蠻 有的還蠻膽小還蠻輕人 然後會來撒嬌 還蠻可愛的 而且牠們都我覺得牠們都 都還蠻輕人的 很乖 而且牠都圍在你們身邊 沒有像網路上面講的 好像很可怕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客滿印象的 對啊我覺得 其實都要看得怎麼驕傲 你拉不拉多也可以養得很兇啊 不過真的看起來 看牠們臉都很穩定 其實牠們走一走就趴下來休息了 其實牠們上工出來上個廁所 我沒什麼事就找個地方休息了 好啦不要大家都要問我雞雞為什麼 你高度剛剛好 喔原來是高度的問題啊 怎麼會都有保保險啊 有啊 你不要講這一句我還不會覺得可怕 有點可怕 對你突然補了這一句 我會覺得我是不是要保護一下 我常看一些那個人啊 牠會去捐那個狗飼料 捐很多這樣一袋一袋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會選擇狗狗的飼料 所以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捐飼料其實反而有時候 比較困擾 還是會比較希望說 就是捐錢然後讓我們來利用 我們來選牠們比較適合的飼料 會比捐買好的飼料一包一包來好 錢一定是最好 因為像牠們有時候太頻繁地換飼料的話 腸胃不是蠻容易打住 因為我是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很多人都會捐一袋一袋的飼料到那種中途之家 但其實狗狗牠們吃的飼料又不一定是這個 是這一種的 還是要選牠們習慣或適合牠們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捐款對牠們來說幫助是最大 而且牠不一定是缺吃的 牠搞不好是需要醫療費用 沒錯 你知道我本來有一點抗拒要來 不是因為髒或臭 因為我怕我看到那個狗狗就是如果很可憐 或是環境很不舒服 我會覺得很難過 不過來了以後看牠們這樣環境我覺得其實 有比較放心 跟我當初來之前想的不一樣 我自己有養狗 我會覺得說如果看到這狗狗沒有被散帶 就會覺得很難過 不過看牠們的毛色都很健康 然後環境也都很棒 所以這個希望大家真的有機會 我們後面會把那個資訊補上 都給牠們一些幫助 欸實在的 我覺得做這個真的是很無私的付出 這人家不要拋棄的 我們這樣還要把牠這樣照顧 我覺得真的是蠻無私的愛 艾比爾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八億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 徐海莉 那牠們大概就是最高的年齡大概是多少 受醫師的觀點來說 大概是10歲就很好的 大行程的大行程的話 所以大概就是10歲之後 牠們的那些器官機能就會開始老化 10歲就是壽命 只要超過10歲就覺得很厲害了 牠們通常7歲就開始健康中 就會慢慢走下坡 關節啊 或是一些脹肌類的 因為我剛看有一些狗狗 牠們在趴下的時候動作比較慢一點 像滿妞就是關節比較不好的 所以那你們是不是還要花一些保健品的費用 保健品以及說會去派醫生看沒有辦法再治療 但有的是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吃吃看 牠們是不是比較愛睡覺 沒有就是牠們的店只有這麼多 充兩個小時只用五分鐘 哦 很多店那麼小 尤其是現在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熱的 在西藏那邊 他們夏天是10度 冬天是-30度 所以我們的夏天就是 他們就是完全受不了的一種 YA 料理小教室 我們現在要來準備他們平常吃的東西 像這個是雞胸肉 然後跟一些蔬菜 然後雞胸肉的話我們已經汆燙好了 我們就把它切成丁 然後蔬菜的話呢 因為他們可能會調食 所以要切 切到很爛 在蔬菜之後還會在就是汆燙嗎 我們會在蒸熟 對 蒸熟再給他們吃 所以我們現在來切 雞胸肉跟菜 來先示範一次雞胸肉 要怎麼切 就切成丁就好 這樣切他們會爆洞 對啊 會爆洞 好像還好耶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丟在鍋子裡 我們會大概準備 兩到三天的份給他們吃 這樣比較新鮮 好喔 我先切看看好了 這等一下菜跟肉是分開的 對 每一種吃起來都是分開的 喔 這樣切那麼小喔 欸 他們有時候會挑食 這樣子切他們就挑不出來了 可以這樣 他是他的主人那時候特地把他帶去蓬湖那邊獵羊 但是他主人在台灣 所以等於肉肉是有一餐沒一餐 然後是被當地的潛客 發現說這怎麼一隻狗 然後他去蓬湖 可能前去的時候都會去看看他 然後後來覺得說 一隻狗羊也真的很可憐 所以他就跟四組聯繫 看他願不願意脫手這隻狗 送羊啊之類的 要餵零食喔 餵零食有特別教嗎 欸 會需要 因為他們會跟小心犬不太一樣 我想說餵零食不是就給他吃嗎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但是就是 他一不小心手會變零食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餵零食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把零食放在收藏性 然後就直接給他吃就好 對 他自己去拿的話會比較安全 如果你是拿在收紙那邊 他會連收紙一起含下去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那個 掉在地板的不用撿 要把他以為會搶 對 他們會自己去協調說 這個零食是誰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如果人類去撿就很像是我們在跟他搶 對 狗會護食嗎 像符符是雙眼全盲的狗狗 牠的話就是也看不到 所以吃東西也是很猛 所以也是讓牠這樣子吃 對 牠先聞到了 像樓樓會坐下來就可以叫牠坐鑽 坐下 哇 對 然後就放在掌心給牠吃 這樣子 好 來喔 欸 為什麼你不先 對啊 為什麼你要推到旁邊去 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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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喔 我們主要還是七層的乾飼料 然後每一隻都每天都會有一顆蛋 然後剛剛切的菜啊肉啊 還有像紅色這個就是關節的保健品 因為大型犬的關節年紀大通常都不太好 所以會給牠們吃保健品保養一下 牠們平常都是關著嗎 還是只有吃飽飯會關 平常人員不在跟那個吃飽飯的時候 會讓牠們進農職休息 吃飽飯由於那個大型犬 牠有一個特有疾病 就是胃牛轉 就很容易發生 所以就是 會讓牠們過動 對 吃飽飯的話 胃牛轉的機率會高很多 所以會讓牠們進去休息 不要那麼激動 所以牠們平常都是在外面 那這樣又更好了 平常都是在外面走動 不是都被關在裡面了 所以牠們活動的範圍是這一整層嗎 對 下雨天就是到這邊 然後如果是那個 如果沒有下雨 牠們這邊都可以 就跑到上面去 朝地那邊也有 如果人員的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帶去外面遛狗 好天氣的話 對 我們今天本來要遛狗 跟幫牠們洗澡 可是今天下雨 這天氣我都要幫牠們洗澡 你來感冒嗎 好啦 那我們這個也體驗了 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其實還是蠻辛苦的 快20隻的狗 好 要準備吃來看醫生 那我們現在就是正式 把這個ENOVA交接給牠們的 這是車的資料 然後這是車的兩個鑰匙 然後我們就 拍拍手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們跟狗狗們 如果大家也有想要做個愛心 那我們會把資訊放在資訊欄 可以發揮你們的愛心 幫忙照顧這些大狗狗們 還有什麼要宣導的沒有 不要 還是領養代替你購買這樣子 然後因為像我們所有的是大型犬 大型犬不像小型犬這樣 就是每天可能 你會多花兩個小時在這隻狗的身上 所以養的時候其實還是要30這樣子 我覺得這大型犬要送養出去 真的是比小型犬長很多 好啦 那我們就這一次的愛心之旅 成功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好啦 他們喜不喜歡 還是他們要習慣一下 可能會有味道一下 他還沒有尿在車上 他們會尿在車上搭在車上 就是有自己的味道 有自己的味道就對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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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完就好了 我看到好像有點緊張 希望有沒有合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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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說那好優 簡單看一下 好 這樣就給你了 完成了 今天你有什麼感想 覺得他們很辛苦 對 他們很辛苦 主要是他們都不是住這邊 大家都住在山下 上來其實 剛剛我們開多久 開了40分鐘 每天要跑山 所以為什麼大家換車 因為車子很重要 因為老車萬一 在半站要壞掉 沒訊號很麻煩 所以才需要一台 就是可以上下山 買食物 種椅園 對啊 比較方便 這邊是在感謝小吃汽車 來捐贈我們的車 以及今天來當我們的志工 我們幫你發感謝裝 給我們的小吃汽車 謝謝 謝謝 其實今天也沒當什麼志工 餵餵狗 切切食物而已 下次天氣好一點再來 幫狗狗洗澡 來遛 其實這個 我們不是為了這個來的 我們是為了要真的幫助到好人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喔 你們真的是非常的無私的付出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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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